这不再看 它的画面关系尤其是 非常准 大家记住一个问题 在临摹的这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像 我们不要受那个 中国画思与不思的影响 有本事有能力 一定要把它画得像 为什么呢 我们是向传统学习 向古人学习 我们画不像 使你的本事不到 手头的功夫不到 由像到不像 那叫本事 一开始就不像 从来就没有过 披着不吹毛将烟腹 连披着都没有上那找毛将 还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强调自己像 这个像是两个问题 两个地方像 第一 大家是什么呀 它的笔墨语言要像 笔墨语言 什么叫笔墨语言呢 就是这里边的一根点 一个点 一个线 这个一个点 一个线的 它的浓淡 它的粗细 它的干湿 它的柔弱 或它的凶强 这种关系 一定要像 就是笔墨的形式要像 它是用的 刻笔 它是用的 诗笔 是用的羊号笔画的 还是老号笔画的 还是诗幻笔画的 是长笔 还是短笔 是图笔 还是信笔 这些笔墨的形式关系 一定要去分析 去探究 最后到我们时候去把握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像 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笔墨的形式上 一定要像 这一点 是我们所必须的 也是一个起码的基础 但就这一点 我们好多的画家 中国画家 云云众生 有几千万的 从事这个航道里边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在初始的阶段 这一点完全没有做到 大部分人也没做到 就是对笔墨的形式要求 我们没太注意 没太做到 我们一开始就开始 离摸一个 一个整件作品 叫做胡令吞象 一个大象就开始吃 张开口就吃 没有从细部 所以我们从细部要像 一个点 一个线 一棵树 一块石头 它的提案顿挫 它的轻重虚极 它的起情转合的关系 从这一个点 一个线去研究它 去推究它 我们才是什么呀 这才叫研究 我们才不称 才能称其为叫 中国话高级研究 高级在这个地方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 第二个象是什么 第二个象 第二个象就是 它的生死 身运 它的身运 它的气运 我们从精神上有像 这种气运上的像 非常难 大家要把握这种关系 大家看 这个王蒙的气运的像 是什么 苍茫 苍茫秀运 这个苍茫来源于哪里 苍茫汉来源于笔墨关系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两个象 分析透了 第一个层面的像 是计法性 计法方面 第二个层面的像 是精神方面 从计法到精神 这两个方面 我们努力地 在立摩过程中 让它们像 我们才有所学 我们才有所得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 这个 在心有所得的基础上 通过我们内心的转化 能够说 有所使用 有所用 有所学 有所得 有所用 这这么三个关系 大家看这个 张明画的这个画 大家看 不错 非常认真 在第一阶段的把握 对王蒙的把握 就是他的用比例 这个灵秀 他把握得很好 王蒙的东西 就是大家看 他有一种 有一种道教 一种无微的状态 他用比 非常松 非常猫 是不是 这是王蒙的用比 第一个地方 他用磨呢 比较 比较干 比较淡 就是我 经常给大家讲的那种 松 毛 蛋的东西 大家看 在王蒙里边 比比皆是 是吧 张明在画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松 茎 这个毛 蛋感的松 茎 茎 长得很好 不错 这张仓秀 这个画里边 用笔最好的是什么 大家看 这个局部 这一块 用笔很好 这笔很好 如果是我们再 再去说 这里边用笔 最好 最好 再细细推 点子画的非常好 点子在看 点子是 从 龙干干事 都以后 一片画的 点子的这个 过度非常好 而且点子没画 都画死了 每个点子都是虚的 就非常 只要虚 虚才能纳物 虚则毛 这是毛 毛则弃骨 这个道理 所以说 这个点子画的非常好 仓秀 灰毛 灰毛一提 这一块画的不错 但是这一块 大家看 整个的这种关系 就画的不好了 上面画的不好 不好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 你注意了用墨 没有注意到用笔 这个用墨是很好的 仓秀 龙短干事都非常好 春刹电缆都很好 就是 再注意点用笔 什么是用笔 就是那个笔墨的 那一个点 一个线的形质关系 就把它卡死了 要见底 不要这么 老师 我们现在 如果是这么画的时候 就像一种素描了 中国画的 是不受素描的印象 一笔的点线 来组合画面 说每一笔 它的形质 不管是虚 不管是诗 这一笔下去 一定要文尊横 这个笔形 一定要立在那 不管你多么淡 不管你多么虚 不管你多么猫 这个笔形 是看得见的 这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所以说我们这个 宣制有那么好处 我们画得很淡 画得一边的很薄 但是我们脱表 是一脱表的时候 那个层次就出来了 素描呢 素描只有一个光影的变化 有种体积感 素描是一种大面积的体积感 一个面的体积感 中国画不是 中国画的都是体积感 小到什么地方 小到一个点 一个线 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要强调一个点 一个线的质量 这是局部语言 这种局部语言 关系到一个整件作品的成败问题 就像我们现在高科技 一个卫星 一个小螺丝钉 很小的一个局部 能影响到这个卫星 这个废船能不能上天 能不能安全地着陆 中国画也是这个道理 就那么讲究 因为中国画是最后 它的道理是什么意思 是从翻至简 一简欲翻 越画越简 越画越简 简到最后中国画 就只剩下那几个点 那几根线了 你想想 大家想想 那几个点的几根线 如果出问题的时候 这一张画也没法看 这就是中国画的协议 我们凡夫的作品 比较凡 这样的作品 同样要求 这种点线的形式 大家要注意 所以这个 当面这个画 是墨用得很好 这块用笔也不错 这块的用笔 就受素描的影响了 所以你们从学院里边 毕业的这些同学 一定要注意 中国画跟素描 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没有圆圆关系 中国是用笔墨 来塑造无形关系 所以要强调笔墨 这是笔墨塑造 一种笔墨塑造 但是整个的说 照明这个不错 老师给你 他是打满分的 这个画的不错 挺好 就在画他的时候 用笔肯定一下 就很好了 先从局部 后整体 先从笔墨 再到局部 从局部到整体 这个方法是对的 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改呢 在这些地方 用一些比较肯定的线 把它提一下 所以删去画里边 大家记住 轮廓和村法 是两码事 这种边缘线 叫轮廓 这边缘叫轮廓 这叫轮廓 里边叫村叉 现在是只有村叉 没有轮廓 而且这是叉 村的东西都少 村是间线 擦的有时候不太简线 所以这叫村 这很好 见笔 这地方不太见笔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把这种笔墨关系 和整个的器梨关系 掌握好了 这是立墨的 目的 这个大家看 就是说 陈相应这张画呢 是从我们太阳山写生 回来搞的创作 这个关系呢 创作的关系就很好 叫什么 大家看 我们 它首先有立墨的基础 是不是 我们在立墨的基础上 通过写生 通过写生 心有所得 就外师造化 中的心愿 回来之后 自己 把太阳山的感觉 通过心中的塑造 把这种 转化成笔墨关系 转化成画面关系 就形成一张创作 所以 中国画的创作关系 是这样来的 先从立墨 从立墨 转化到写生 从写生 再转化到创作 这三部去 那么转化过来 这种想法和步骤 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看见 如果是第一次画 从写生转化的创作 也不错 老师给你打满份 这是打满份的 但是我们现在教学 你没走到这一步 大家就 因为大家没必要 去这么学习 就像印证 这种画法是没问题的 就这种塑造能力 很好 我这次上绵阳 唐沪老师跟我说 你们在私下里 给我老师征论 我一个问题 素描给中国画的关系 有没有这种 对中国画有没有帮助 老师原来给你们说 是否定的 你们说是对中国画 还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是肯定有帮助的 但是大家记住 西方绘画的 就是这种塑造的理念 和这种造型的理念 给中国画是 不是一条路 它对你们造型的基础 你们色彩关系 给中国画肯定是有所帮助的 你这个造型都拿不进 怎么画画 但是有一条 中国画家同样要求什么呀 对造型的温均黑 它走得不一条路 你一个素描没画过 你的线描也没画过 你就想成为画家 那不可能的 所以你们在院校里边 对造型准 只是说第一个 对物相的塑造 它就上手快 对相应就上得非常快 他就说 这种塑造能力 它就上得快 一点你们一点基础没有 就不可能 这张画很不错 挺好的 很完整 画面很完整 对这张 我说这张 这张同样是 这张整个的布局不错 这里边非常丰富 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看 画面很丰富 这应该说 这张画还没画完 这个我们讲 中国的笔墨为先 一笔墨塑造画面 为什么有颜色 就是画面说 笔墨不够的时候 我们在上颜色 现在说这个画面 画完了之后 只是把笔墨画完了 颜色还没上 我们看 没有不上颜色 这张画 给你感觉什么 燥 说中国画的颜色是干嘛 就像女孩的 涂脂墨粉一样 化妆一样 来弥补一下 笔墨的不足 笔墨不足 我们就上颜色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山水画的上色 叫什么 前将 淡淡的上一点颜色 让小姑娘 淡淡的湿一层薄粉 就很好了 不能上了墨 所以这张画面 再上颜色 就挺好的 但这里边有个不足 构图的不足 基本上 再看 这一段 到下边是一块 二分之一 从这往上 又是二分之一 在这一半一半的 这种比例关系 是画面没有节奏 这样不好 把它分开一半 这构图不好 再一个就是什么 中国画里边 应该有个大的式 一个S形的式 它好看 有龙脉关系 一种大式 叫启程转合 这里边就没启程转合 第三个问题 这个水口 我给你们讲过 以后记住 这个水口 永远不要在画面的中间 大家看 这是一条线 这也是一条线 正好一个湿的花 很切开 这个水口 或者在这边 在四分之一的地方 或者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在这边也挺好 水口是个化验 它不能在中间 中国三句话 最忌讳的一个水口 在中间 尤其是直上直下 把它掰开了 掰开的时候 你想想 想什么 点一个六个水口 不好看 也不雅 就这个 画面关系也不好看 稍微画得干点的 干点的问题是 北方的天气 与东方的关系 家里有暖气 这张纸 如果是在四川 我刚从绵羊一学院 回来讲课 在那画 舒服了 那地方超湿 如果你在 安徽的南部画 也很舒服 就在北京 没有暖气的条件下 画也挺好 就在北京 那么暖和的天 就完了 一画画想就完了 它整个的不错 不错 比较也不错 它也看 也是受鼠描的影响 擦载的比较多 用一点也可以 但是它里面又用鼻 中风用鼻是有的 再加一点春叉 就使这个画面 增加了一种体积感 和厚重 大家先离摸 不要先那么走 这样 你那么 听上去先那么走的时候 就先路为主 你可能后边的时候 你学不进去了 大家先离摸 把功夫用在离摸上 这你看 大家看 还加了个悲愤 这一看就不懂 所以说 这就是西画的毛病 中国画不会用白粉件 中国画既是白的 这个地方留出空白的关系来 就是白的 你用了个白粉 其他地方没有白粉 它跟谁呼应关系 忽然打个比方 我忽然画了个红的 万轮出了一种红 这一点红 这个全是墨 来个红的 也不舒服 中国画的也很少有白粉 这种空白 是一种空白的关系 一上白牙色 它也不透了 我们在离摸山水的时候 大家记住 一定要从哪里 从必发开始 在那个 山区课稿里边 让大家要求 大家是先从一块 戒子圆一块石头开始 说那块石头 我们解决了 戒子圆那块石头 谁讲的是什么东西 讲的是笔法 笔法 中国画的语言 里边就两大块 就是一个用笔 一个用墨 和其的叫笔墨关系 戒子圆的 戒子圆画谱 是很好的 在中国画里边 是很好的一个 一本教科书 可惜的地方是什么呢 戒子圆叫有笔无墨 它没有浓淡 也没有看不出干事了 因为它受当时的 那个物质条件 的那种制约 它在诗板上 戒子圆是在诗板上 刻印 所以不像我们现在 这个营运技术这么好 说它有笔无墨 说我们在学习戒子圆的时候 就学一个用笔 就是所以 中国画笔墨二字 我们把用笔解决了 我们在现在的范围里边 现在范围是营营门的 里边也有用笔 也有用笔 但是这种用笔 在戒子圆里边 解释得非常清楚 它是画谱 我们要在学习的时候 也得找到它诀窍的东西 我们要发现它用笔好 我们就学用笔行了 一边戒子圆画谱 在其他往下画书啊 画山啊 怎么构图啊 那些东西 我们就不如看现在的范围了 看营营呗 第二个再说一下 就是山水化的村法 刚才讲一个笔法 再讲一个山水化的村法 山水化的村法不外乎两个大理 两个大理 第一类是什么 第一类是土破 以土为主的山 这种山叫什么 叫匹马村 匹马村 这是这个 再说一下就是 在这个董提昌 分了一个南北二宗 中国画里边 分了一个南 山水化 严格意义说下 在山水化分了个南北二宗 这种匹马村 属于南宗 就是南派 只有南方的山水 才有多的树木 才多土 山风多土 这个匹马呢 又分为 短匹马和长匹马 匹马村 它带土 土多一点 树木多一点 这种匹马村 画出来 苍语 浑厚 俊秀 有一种灵运的感觉 这是匹马 长匹马和短匹马 以南派为主 另一种山水的画法是什么 辅辟村 辅辟村属于北派的画法 你想 我们刚从太行山写上回来 以太行为主 星浩 关同 李唐 李成 这个刘松年 他们画的这种画法 属于北派 以太行山为主 我们北京这个山脉叫燕山 燕山 燕 不是燕子 叫燕山 这个山脉 跟太行山是相通的 也是这种村坊 石头多 土少 树少 大部分的山石裸露在外边 给南派的这个山水比起来 它就硬朗 它就强悍 它就浑厚 这是一种北派的山水 叫北宗 南宗 北宗 辅辟金也是分两种 大辅辟和小辅辟 我们看大辅辟在宋 在马园下跪 马园下跪 他们的村坊是大辅辟 我们看刘松年 看李唐 李成 这些东西 他们这几位画家是小辅辟 所以说 这个 山水画里边的村坊 主要是这两大派 其他的路 解索呀 折袋呀 马牙呀 豆瓣 这些东西 从他们这两大派里边分化出去 这两个村坊可以分 也可以合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举一反三 要有举一反三的这个学习方法 不要一条路走得后 不要只用一种方法 我们一定学会逆向思维的方法 学会打破一下 不要脑子一根筋 我是正宗 我是北派的 那时候我是南派的 实际上艺术不分为南派北派 把它分开的时候 本来这个事就错了 董奇尚当年也犯了一个大错误 使中国画像宋太一样 给分成了两个国家 艺术那么一分的时候 就走向了一个单面 谁有单面的东西都不好 所以我们看在中国画史上留下来的 在文学艺术史上留下来的 都是秀美和粗犷 这种含蓄倦语的东西 和北派回眸的东西 柔为一体的 南派和北派柔为一体的 这能成为一种大家 成为一种大美 我们有个词叫南秀北兄 非常非常美好 南秀北兄 南秀北兄